大家好,我是雅欣,欢迎收看本期艺术史 梁启超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无尽李鸿章之才,无惜李鸿章之时,无悲李鸿章之欲 我们说李鸿章是晚清时期一个很有名的大臣 也是一个很出名的文人 甚至李鸿章还被人说成是卖国贼 但就是这样一位保贬不一的人 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处事经验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李鸿章最喜欢的衣服对联 上连是美林大事有静气 下连是不信金时无骨贤 意思是说如果每次碰到大事或者棘手的事情 都能够静下心来心平气和的思考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么现在的人都能和古代的一些贤能之辈一样了 他甚至还把这一副对联当作是自己人生的座右鸿 挂在了这个书房里面 朱熹曾经说过心不定则内必纷扰 意思就是说心不定就会有很多的事情困扰我们 在怀军的建立之初 李鸿章向自己的老师曾国藩推荐了三个他认为很优秀的人才 但是曾国藩并没有立马召见他们 而是把这三个人晾在院子里面 等了半个多小时 有一个人开始不耐烦地东张西望 那有一个人呢虽然说身体没动 但是脸上却显现出来了这个着急的表情 只有一个人心平气和的跟没事人一样 那么在仔细观察之后呢 他跟李鸿章说 你推荐来的这三个人只有一个人能用 李鸿章并不理解啊 心想着老师你连门都没出 怎么就知道只有这一个人能用呢 后来曾国藩告诉他 我之所以让他们在这里等着 其实并不是因为我没有时间 我只是想看看谁能够耐得住性子 能够真正的静下心来 所以说很显然 这三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心静 那么另外两个呢都毛毛躁躁的 果不其然曾国藩的判断是正确的 那一个心静的人就是之后的名将刘明传 而这件事情呢 李鸿章也明白了心静的道理 知道了自己之前在工作 还有学术上的一些披露 那么从此以后呢 也以这个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 才有了后面的这一些成就 我们常说古今能够成大事的人 都是能够静下心来的人 那我们现在的生活 显然是一个快节奏的生活 静下心来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但是心乱会让我们的工作生活都不顺利 甚至是家庭也不会和睦 所以说这样看来静下心来 很多问题反而更容易解决 你们说是不是呢 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呢 也可以关注支持 或者是私信我互动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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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